嗨 大家好 我是鴨鴨 今天想給大家做一個有趣的實測 我自己也很好奇 化妝可以改運嗎? 畢竟女生如果認真化妝起來 其實是可以判若兩人的吧 所以今天就想要來實測 一天找兩個命理老師算命 但是一次是完全是完妝啊 華麗登場 一個是很樸素素顏的感覺 到底命運會不會不一樣 好 那現在我們要去第一間 是我完妝的樣子 該有氣色啊 然後紅潤感啊 然後膨起來的感覺我盡量都化了 那我們就去試看看 老師好 我今天想要來看面相的部分 可能看明年的運勢財運事業這樣子 好 你的面相很好啊 額頭這邊很大 表示說你小時候的環境還不錯 還有你的眉相30歲左右 也應該是算是順利的 因為你有把它弄得很正氣 有專門指導嗎 修眉 對 這個眉修的好 對 我上次去高雄 高雄一間他說開運眉 他就跟我說你這個要怎樣 那邊要怎樣就會開運 那是真的喔 是真的 眉毛很重要 尤其是像你們做這種要有桃花 要有人緣的 眉毛是第一個 那他好壞的重點是說什麼 要高低嗎 這邊眉尾要跟這個眼尾是對齊的 這樣就好的眉型 你的五官很好啊 是富貴的格局 因為你這邊突突的 所以這邊是好的 比如說家裡會有財啊 那顴骨高是不是會 比較喜歡長顴 比如說你另外一半 就是要比較照顧你 或者比較讓你的 在一起會很好 不然你就少講哪句話 應該你的夫妻公不算太差 你的另外一半就是會比較固執 容易抓牛角尖 非常 對啦 老公趕快改 老婆再抱怨 有啊 因為你很早戀啊 你剛才二十出頭就有戀愛 哦 對 那你的個性本身是蠻樂觀的 異性緣或者是說桃花人緣很多 尤其你這邊有握柴 那如果是畫出來的會有用嗎 有用啊 真的喔 對啊 所以其實整形有用啊 對 我就是很想問 化妝跟整形都可以有用 有用有用 那如果是化妝 那我回去卸了 那就沒有用 老師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如果可以你這邊去打破尿酸 因為40歲以後要走鼻子的這個運 對 你現在雖然還沒走到 可是從40開始 這邊越挺越好 因為我們的鼻子是主管 才的能力 鼻子你看起來是有 而且真的是就是貴人很多 只可惜你這個鼻樑太矮 太窄 再去圍診一下對不對 對 可以去打那個玻尿酸 然後變成高一點或更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你的嘴型 你的嘴型又比你的鼻子大 所以你是可以掌權的人 所以基本上你是需要掌權的人 以你的五官面相來講 嘴巴大的人他有能力 鼻子是賺錢的能力嘛 嘴巴是會不會賺到錢 開口得財嘛 為什麼要嘴大吃私放 你的嘴巴又比你的鼻子大 這個是慾望 承得住你的那個能力 所以是可以賺得到錢 如果你看那種鼻子很大 嘴巴很小 那個都沒有能力的 他只有慾望 對 我看一下我自己 我看一下 來你弄下來 老師 你是不是嘴巴太小 我感覺 所以他還是老闆 哈哈哈哈 請賣誰啊 不然你就知道講下去 賣誰賣誰 那臥蠶的話 你要大概把它畫得更明顯 會更好 那你的耳相呢 有點類似像美希的耳相 足球明星那個美希 蛤那是怎麼樣 天才 對 蛤 就是說你做事情會堅持 不會半途而非 雖然你容易有三分鐘熱度 對 但是只要你認定的事情 你就會一直做下去 其實你現在從35到44歲 這10年是你的大運 可是這邊太低了就不行 哦那我再去電一下就有了 對對對 那個要儘快做 就是從明年開始的10年 是你的大運 這10年 是應該是你 你這輩子賺最多錢的時候 哇好煩 等一下直接去電 不是 馬上電 下巴不能尖 尖下巴的人比較辛苦 那就是不要電啦 因為很多人都去電下巴 不要電 因為越尖的話越勞碌 要勞動才有錢 那如果鼻子是也不要鼻頭用尖 對不對 是嗎 然後你鼻子很漂亮 你不要動 只要三根就好 對對對 你鼻子這個型很漂亮 那我想請問嘴巴大 不是說厚度是不是 是現在左右的橫體 厚度也很重要 厚度也有 還有左右 哦 整個形狀 從你嘴巴也可以看得出來 你對你的另外一半一定比較好 嗯 你比較疼他 嗯 對 好像比較付出的 對沒錯 因為嘴巴倒有這個特質 哦 可是你付出的很開心啊 因為你是那種個性啊 就是比較犧牲奉獻型的人 對 30到40歲之間都是在走眼睛的運 哦 哦 那你眼相又很漂亮 又濃郁美這樣 哦 啊那這樣子跟 例如說我眼影化什麼顏色 有 你應該是說你的 幸運顏色是白色跟紅色 粉紅色 所以你今天穿這衣服的顏色也對啦 哦 多穿這一類的衣服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 保持年輕的秘訣 早晚唸然後觀世音菩薩 哦要唸幾遍 108遍 108遍 之後再唸自己的名字 然後要求的事項 所以早晚都一次這樣 對大概五分鐘 求一樣嗎 還是可以 唸到晚上 早上唸到晚上 那不用做事了 所以你明年注意哦 明年好好地想一下 因為明年是有一個大翻身的機會 明年有很多貴人會出現 男生女生都有 這些人會來幫助他 那明年不會那麼辛苦 明年會很輕鬆的 就可以度過 那健康老師 我有需要怎麼注意嗎 疾病的話你應該還好 沒那麼差 可能是婦科方面要注意 啊下班好 老人運也不錯 老人越來越好 不好的時間點可能是55歲 老師看到你至少到84歲都沒問題 不是只有健康的 還有錢 有錢 哦 開心了 那這邊需要再填膨點或什麼嗎 不要不要 真的喔 那邊已經很夠了 哦 因為我想說大家不是都想要你知道 蘋果肌 蘋果肌已經很明顯了 不要 你其他的地方都不用動 其他的地方都完美 哦 謝謝老師 老師太好了 以面向的命理美來講 其他的地方都很美 欸對那我想問如果酒窩 然後 趁一邊這樣子 像你這個像蘋果肱這邊有這個線也很好 就是說你的下屬會對你有幫助 欸 乖哦乖哦 謝謝老師 好那我現在卸完妝了 非常非常的速 我連護唇膏都不敢擦了 那現在來算命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我們GO 好老師你好 我今天想要來看面向 可以啊 我們就面向學來講 這叫天 這叫地 這叫人 天為主上 就是你年輕少年的運 這裡是我們年輕進入的中壯年 這裡為老運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先天啊 天格 天格為先天 它是寶 可是就你的整體來它算短 這個比例來講 你的下巴的比例 這裡算最短的 可是它算寶哦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你兩邊 對 它是凹的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你下巴是尖的 這樣子是這邊要填充一下比較好 不要啦 自然最好 我個人啦 我個人不傾向說 喔你這裡不好去補足 我自己個人不建議 可以改喻是由你自己相由心生 不是由外在人東西去 對對對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眉毛是屬於比較偏粗 那我們來講 女生要柔 要柔一點 形狀 對 你就用一個顏色不要那麼黑 那它就會比較柔 還有就是把它用彎一點 彎一點它也代表圓滿 我們這樣子進來 你的三根是凹的 你的運勢裡面來這裡 我們來講它是比較彎彎兔兔的 容易比較有波折 還有你的眉毛比較粗硬 就代表你的個性比較剛硬一點 你可以用外在的 讓自己可以稍微柔一點 你的聲音是很漂亮喔 嗯 但是你可以讓自己更柔更好 就是為我自己而改變 你的耳朵在你來講 它是偏小 而且你的耳朵兩邊不一樣 誒是喔 我沒有注意過 你要不要戴那個 放大片有 你這個眼鏡的顏色 在於你來講 它很容易遭到 是因為太淺嗎 第一你自己本身眼神就 不能講不正 但是有一點飄 然後用這個顏色 它又會帶動你 這個讓你可能眼神 更容易有一種不穩 所以老師建議是不要戴 還是說選擇別款 選擇別款 你可以不要戴也可以 甚至到說你可以戴個眼鏡 配一副比較穩一點 亮一點的眼鏡 亮一點 可能早紅色的 或者是亮金色的 對你來講會比較好 然後你又可以把你的三根遮住 如果例如說什麼 畫鼻影畫很深 會好一點嗎 會可以啊 可是你鼻影畫很深 不是更加讓它更深凹嗎 把鼻翼遮住了 鼻翼本身主材 你又把它遮住了 因為女生化妝都想要鼻子尖尖小小 哪有 你這個才鼻耶 你這個才鼻耶 我都一直這樣 一直撒羞了 不行啊 因為你的臉不大喔 可是你的臉在你整個來講 它算偏長 一長的時候 它是屬於木形 但又屬於馬 但是你不算動物臉 可是人一長的時候 就代表你會比較辛苦 這邊帶老運 會夠不夠 就是這裡不夠棒 讓它變小 哈哈哈哈 你都已經到了 你吃又要打肉堵 又變瀟下去了 啊你會放棄 就這樣沒了 不要再去動它了 好 然後你可以常笑 你一笑的時候 顴骨就出來了 你顴骨不算壯喔 你笑的時候 你就可以帶動這個肉 來笑一下 有沒有 你的罐骨就不見了 喔 讓它不要那麼明顯 對 這個是苦命的象徵 不是苦命啦 如果以前來講 灌骨狀叫真權 那女生只要灌骨狀的時候 就很容易凌夫 凌夫是沒有老公 凌駕於老公之上 不是沒有老公 那不然你就少講哪句話 以前叫做 凌駕於老公之上的時候 就叫做口名 現在呢 現在我這個也代表 我在職場上跟人家競爭 我有那個power 我有那個能力 去跟人家競爭 怎麼會不好 我如果選擇現在 多愛我自己一點 只要我不要去傷害別人 我做的事情 為我好一點 保護我自己 有什麼不對 沒有不對的 那耳朵一大小的時候 這個先天氣 容易不足 你說精神不好的那種嗎 對 面對事情都有 你所講的這一些 就很容易發生 譬如講說我在今天工作 我平常可以工作 工作8個小時 可是再多一點 我就很容易比較覺得累 那這個要怎麼辦 吃B群 對 我英國沒有飽 這個叫下福 我自己吃比較貴的 你才可以留住福氣 因為你們年輕人喜歡漂亮 對 喜歡漂亮就會失掉福氣 你知道富貴 富跟貴是不一樣 富只是有錢 貴是代表一個人的值 人家講說一分值一分財 可是它不代表有錢 它只是這個貴氣可以帶動財氣 所以你把自己不足的地方補足了 耳朵可以改變嗎 不行 可是你可以戴耳環 這樣就可以改善 當然啦 你這邊你就盡量 現在年輕人不是很喜歡戴一邊嗎 你就盡量戴這一邊 要戴這邊 對 然後另外就是你戴厚厚圓圓的 那個珍珠或者是水晶的 一顆這種 對對對 你已經常人不要再戴長的 這個就是你後天的改變 本身學美妝的 你把自己畫得漂亮亮亮的 記得不要把自己畫黑 你這裡畫黑 你的那個彩筆就不見了 好 你這邊可以把它補足一點 然後每天笑 你幹嘛啊 所以剛剛老師提到說 化妝也會開運 也是有這回事 欸假象但是有 為什麼 因為我做久了 我開運久了 我心裡我每天看自己漂亮 不是你這個妝讓你改變 而是因為我每天讓自己 畫得漂漂亮亮的 就開心了就好運 那開心的你每天笑了 你的灌骨不騎 那是不是就改變了 所以不是妝改變 而是每天讓自己漂亮了以後 心情好了 所以才叫做相有心生 一命二運 三風水四姬得五讀書 命還是最重要的 所以老師看我的眼會有光感 目前看起來沒有 但是我覺得 你是屬於那種比較精氣神 比較不忘很容易累的人 33歲還在走眉毛 35歲走眼睛 你眼睛算大 眼神比較利的人 比較容易去超越 比較可以努力得到 他自己本身要的東西 可是因為你的眼睛不算小 算大 你自己本身 眼神元氣又不忘 那你眼神又不夠利 所以你到39 40 現在33歲 明年34歲 35 36 37 38 39 就都走眼睛 跟眉毛之間 所以如果可以 就是多一份努力 你沒有關卡 可是你說要好 我不覺得 要很好那一種就是 我可以超越 可以讓自己發放花量 目前我沒看到 以他這個面相 在未來可不可以看得出來說 有沒有貴人這件事情 他貴人喔 不要招小人就好 他貴人 真的喔 他自己本身裡面 他的沒有那個運 還有他很容易 針對小細節 他去爭那個 不應該爭的 那不是很容易去犯小人嗎 我們講的 比較好聽說你犯小人 可是你的小人從哪裡來的 那你改變了 會不會有小人 會不會有貴人 跟環環相扣的 是從哪裡可以看出來 他愛真理這件事情 他愛真理喔 第一 他顴骨壯 不是壯人 懶了啦 嗯 堅強 第二 他的眉毛我講的 他是女生就不適合生這個眉毛 嗯 濃剛硬的感覺 對 43歲以前啦 我覺得你累積你自己本身的資歷 嗯 可是44歲以後 43、44歲以後 你就會大力的去展現 然後有那個運 你這是算害人的 化妝對我們來講 它是有幫助的 但是不是化妝幫助我們 而是因為你化妝了 你的心境改變了 讓你自己快樂了 嗯 那你每天笑 哈哈哈哈 笑可以納服 嗯 笑可以招來喜氣 嗯 所以因為你心境改了 向由新生你的運就改了 嗯 真的 可以嗎 OK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 以上呢是今天有趣的小實驗 那我覺得總結來說啊 化妝確實會稍微影響當算命啊 或者是看面相的時候 例如說呢 第一個老師在我完妝的時候 就說我的眉毛非常的完美 看起來運勢很好 但是呢我素顏的那個老師呢 就說我的眉毛啊 是需要改進的 就是看起來可能太剛硬 然後太粗啊 像我平常化妝的時候 就會加長一點眉尾 然後讓眉毛看起來沒有那麼的粗短 然後眉封也會稍微修飾一下 可能看起來就會運勢比較好 變成比較完美的眉毛 然後化全妝的時候呢 老師說我的五官啊 真的是看起來 大致上都很不錯的 對不對 對 就只有在山根的地方太凹 他會建議我做一點微整的填補 但是呢 第二位老師看著我的素顏的臉 就說 看起來並沒有特別的好 就是很平平 但也沒有到很爛這樣 第二位老師呢 又提醒我說 我的精氣神看起來不好 可能會影響我的運勢 總結來說呢 我覺得第一位老師真的講的結論蠻好的 他說化妝呢 是會間接的影響你的運勢 就例如說你化了一個漂亮的妝 你是不是看到自己就開心 然後整個人就比較自信 比較外向這樣子 也會帶來好運 真的是間接會影響我待人處事吧 以上呢 是今天的心得 大家覺得有趣嗎 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如果你們想要我做什麼特殊主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 我記得這個問題 我很喜歡我 你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欸 我聽你 我聽你 你的看聲 我聽你